已經是一號了 鬼門關已經關了 你放心一點吧? 其實不關事 其實真的不關事 因為你看到的跟日子沒有關係 隨時隨地 日後夜晚都一樣 都是看到的 在戲院看電影也看到 看電影我就看不到 但是她唱歌手 即是夜夜痴前的時候? 是 是 我就起雞皮了 日後很冷 很冷 那會不會太投入 不是 我再看重溫 她唱的時候 整個人都很冷 是嗎? 無論看多少次 在那個位置真的有感覺 總之唱那首歌 好像很不舒服 不舒服 難怪見龍那天在現場也唱不到 是 是 是 好了 想報一下資料 或者想看到 好 免費看看我們這個奇異 我們會送出兩張換票證給你 電話是98844989 好 先聽我的電話 又是陳先生 Hello 陳先生 喂 艾文你好 還有我們來自法國的這位嘉賓叫做 Simon 好 怎樣了 有什麼分享 我想說回一個我小時候的經歷 是 當時我住在利靖屋邨 過不過可以開名的 哦 我知道你是誰了 嗯 是啊 我見過你了 日前 但是我見過了 前兩晚 前幾天見過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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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 利靖屋邨是七層大廈 是 對鏡泳池 嗯 有一晚 因為我家就不舒服 我在床上休息 因為那時我只有三、四歲左右很大 嗯 我媽媽就在床邊工作 那晚已經有些事情在做 是 那麼 睡了沒多久 我就看到門口 即是七層大廈門口那裡 就有個女人從地下爬上來 在哪兒爬上來 在外面窗口 其實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見 知不知以前七層大廈的地方 在外面那裡 在外面那裡 就在地上爬上來 即是在街上的 在街上爬上來的 是爬 人是不是爬到的 爬不爬到的 爬不到的 沒有可能的 沒有可能的 沒有 那爬上來 但是在我媽的面前 她爬上來就 正正在我媽媽的前面那裡 停在那裡 嗯 但是 那時候 年紀小的時候 我就不會害怕的 因為只是覺得 奇怪了 為什麼有個女人會爬上來我媽媽的前面呢 嗯 但是我媽呢 我就跟我媽媽說 喂 媽媽 你前面好像有個人站在那裡 嗯 但是我媽就說 一點都看不到 是 但是 當時呢 我就不是眼花 因為我從那張床呢 從那張床呢 走到我媽媽那裡 都有五至六步 嗯 而那女人呢 就完全沒有消失的 那怎樣呢 她一直在那裡 直至呢 我問我媽 你見不見到的時候呢 然後我媽媽再轉頭呢 就消失了 哦 即是你媽媽看到的時候就消失了 不是 一轉轉身就已經消失了 哦 就是那個女人已經完全消失了 但是 為什麼我說是那個女人呢 但是 當時呢 我是看不到 眼耳口鼻 完全看不到的 只是覺得她長頭髮 還有呢 她應該穿裙的 裙身呢 我還記得呢 一樣是粉紅色 中間又是花的 嗯 那剛才我也都說了呢 我是身體不太清 即是當晚我身體不舒服的 好 那晚上呢 因為我媽媽要幫我呢 清理那些大小二便 嗯 就到 阿張 即是拿在屋外去清理的時候呢 就發現呢 有屋 在我家的門口呢 就有一隻大蜘蛛 哦 大蜘蛛的身體也有朵花的 有朵花 哦 OK 但是你問為什麼 我不知道她為什麼 但是 我覺得很神奇 會有一個這樣的人 但是害怕我就完全不害怕 當時因為太小 那後來知不知道發生什麼事呢 或者問一些街坊 嗯 那我沒有問啊 我沒有再問 好像我媽媽有幫我燒一些東西 那我就應該沒事了 嗯 嘩 這樣 即是在街上爬上來的一個靈體 你才是 是啊 應該是 應該是 在地上爬上來 嗯 不過李靖屋邨 我又做了這麼多年節目呢 你當時問我 多不得人打 你說關於李靖屋邨 真的不是很多的 嗯 之前你83年 我重溫的時候 就看過你講說李靖屋的泳池那裡 但是 都很久了 是的 都幾久了 但是泳池那裡其實是很多較為恐怖的事 就是傳聞 可不可以講一個傳聞嗎 你說 傳聞其實宗池那裡曾經有個有對父子在游泳 嗯 嗯 當時 因為宗池應該是不會浸親人的 嗯 小孩子在游水的時候就浸親 嗯 可能是游到中間 或者不夠高的時候 嗯 爸爸就去救他 是 爸爸救了他的時候 爸爸也浸親 接著就 救生員馬上跳下水去救他 嗯 但是連救生員也浸了 不是吧 救生員也浸了嗎 所以呢 傳聞呢 李靖屋的泳池 嗯 那附近有個納碑 噢 而真 我是我們 現在我不知道現在是否 當時呢 是每個余蘭節 晚上的凌晨時分來打齋的 就是給這幾個靈體 不清楚 因為不會我們外人的不進去不知道 但是我們在家 因為我們當時是住七層大廈 在那裡是看到過去 就看到很清楚 是晚上來打齋的 嗯 嗯 嗯 如果有住的人 都應該知道 那時候晚上經常打齋的 嗯 好 看看有沒有以前住過的村民 可以回應一下 好啊 謝謝 送兩張票給你吧 謝謝你 OK 謝謝電話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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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先說回來 是 星期六晚就謝謝你了 就是賣票看我們的 不是首映 已經是優先場了 是啊 是 在哪個部分 除了剛才那個唱夜夜痴前之外 你有沒有看到我們拍出來的 有真的拍到的東西呢 有沒有呢 有沒有感覺 看的時候 我感覺到在 什麼白鬼夜宴 白鬼夜宴 是嗎 在墳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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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好像有靈異的東西 但是你看的影片 或者看照片 看到嗎 看到嗎 看到 我重溫 不知道什麼時候 那段 你曾經問過那些高靈人 可不可以看到 但是當時我看重溫的時候 我一眼就看到 是什麼 那個重溫 說什麼 那個重溫說師傅幫他 幫他 幫他 清屋 清屋 然後在他的廳 好像也是租的 在廳中間掛了一個葫蘆 那個葫蘆 那個葫蘆是師傅 還是屋主自己 本身 師傅捉了 捉了 然後就擺了 擺在廳中 有一個葫蘆 但當時你曾經 灰顯 有沒有高靈人看到 但我 那天 我看重溫 我一看 我就看到 當時是一個肥仔 即是一個葫蘆 入了一個肥仔 入了一個肥仔 即是捉了他 是的 是嗎 是一個肥仔 是的 三十多歲 但入了一個葫蘆 你怎麼看到 其實是 你問我 我是看到他的樣子 即是在葫蘆 顯現了一個樣子 看到了 當時有沒有人說到 是一個肥仔 當時有很多高靈人 說是女人 又是長髮 其中有一個女生 她說是男生 但她沒有說到 是甚麼年齡 她沒有說到 但當時我看到 是一個肥仔 很白的 這樣 看得很清楚 OK 即是有時候會看到 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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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又很煩 現實生活之中 就看到了 當你看鬼片 或者看照片的時候 又看到 這樣 不是經常看到的 要說經常看到的 我騙你 哪些有時候 我真的感覺到 我就說 這個七月 你回到香港 是嗎 會不會看到多了 我還沒看到 沒有嚇我 沒有 我沒有嚇你 但我上來 我就 這裡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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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好 但你在香港是見過的 是嗎 是 你之前打過來說過 原來是 是 在哪裡 你說一次 在女人街 即是通賽街 對面 那些大廈有很多賓館 是的 其中有一間賓館 是一個熱南華協 怎麼會知道 怎麼會知道 因為它有兩間賓館 有另一間賓館 都是剛剛收購買的 你認識的嗎 不認識的 不認識的 她說 不如這樣吧 你們三個人在這裡 我給你這間 外面的單位 很棒 我們很好 即是你真的進去住過 是的 那晚一刻 立刻 在夢中 我就被人拉 我的腳 拉得很大力 立刻 我就紮醒了 我起床坐 我看周圍 是看不到東西的 是 我說 沒事 沒事 我又再睡 我一睡覺 就在夢中見到她 她在我床頭 她說 我是這裡的業子 哦 但我已經死了 我是汽車失事 但我是這間屋的屋子 那怎麼辦 她說了之後 沒事的 沒事的 你要照顧 沒事的 我起床 起床 我跟朋友說 我好像昨晚發了夢 看到東西 剛剛有一個女人來打掃 我問她 姐姐 我想問問你 這個房間 這間屋子 有沒有事 沒有 這間屋子很乾淨 沒有事 她說 怎麼了 我不是 我昨晚被人拉我的腳 她說是她的屋子 她還讓我看到我的樣子 白白淨 白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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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說 沒有了 你想多了 她說 我真的看到 有沒有人承認 沒有人承認 但我帶了我的朋友去購物 回來後 我看到東西 在我們的門口 莊香燒衣紙 誰燒 賓館 賓館的老闆婆 是 即是她相信你所說的 不用回答 這麼清楚 這麼顯明 讓我知道 這間屋子是有東西 即是你根本說中了她 她知道的東西 是 是的 肯定 所以馬上買東西燒 是的 莊香燒 我看到 有一個盆燒衣紙 已經燒光了 我說 如果不是 怎麼會燒 對不對 那你還要住一晚 住了兩晚 我們走了 換另一間 換另一間 沒有事 屋主就是想你 要是燒東西給她 她知道你感覺到 應該是 通知聲 是的 可能是 我是容易感應到 讓我知道 讓你之前叫她們去燒 是的 所以你們進去多個麻煩 做一個中間人 是的 人和鬼的中間人 一個媒體 全信息 是的 OK 待會回來之後 我們就會找一位法科師傅 去幫你解答你的問題 好 你的疑難 好嗎 心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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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搞定 行不行 我不知道 或者現在聽節目的聽眾朋友 都很可能和Simon都一樣 唉 我不想看了 真的不想 我想封了 不過我聽過很多個案 就是一次過封不了 是嗎 或者是封一年 封三年 又要再做過 是的 不是真的有機會 長時間讓你封到的 因為天生的事比較難 後天可能更好 但是你一出便有 我小時候已經是 是的 所以一會兒 我們幫你聽一聽 究竟能否做到 好 謝謝你先 不要這樣說 剛好你回來 我的事又快走 所以今天晚上上來聊聊天 如果你也想聽下去的話 跟Facebook的朋友說一聲 拜拜 不過你有方法可以繼續聽下去 可以第一時間 可以Android或者iOS 下載一個BigBigAir的APP 裡面有一個金幣的付款 這個金幣是逐天計算的 即是說你喜歡聽今集就付錢 兩元左右而已 那你不用付月費 因為月費是另一回事 在APP上 純粹給大家喜歡聽那一集的 就這樣付錢 哦 付費 立即付 很簡單 明天不付又沒問題 但如果你覺得 也不是啊 月費比較划算 相對 可以到admondpunt.com的網站上面 用PayPal就可以有一個付款計劃 35元或者25元 或者你加上10元去用APP 都是可以的 更加方便 好了 回來之後 進入我們的收費時段 就會聽到更多 究竟能否封不封到 Simon對眼呢 回來繼續 好笑啊 潘小聰 恐怖在戰